詞曲 李宗盛 如果我沒有了他,有不少人會食於癌症 如果我沒有了他,會有很多人都因為無法進行X光照射而不知身體狀況,不可對症下藥 他就是第一位兩次獲得羅貝爾獎 亦是唯一一位同事獲得物理學和化學兩種不同羅貝爾獎的人 瑪麗居尼 他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良科學家 瑪麗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華沙 在索邦大學認識了同事後來成為丈夫的皮野居尼 他們倆十分著迷於科學家亨利貝克勒發現的油鹽所發出奇妙的輪光 發出的射線有類似於X射線的穿途里 他們就是一個通風很差,經常流水的小木屋不斷研究油射線 通過靜點計檢查這些輪光化合物 發現是來自油原子本身 據例是首歌命名放射性效應的科學家 即是當原子核不穩定時就會發射出微粒 同時釋放能量 而為了找到源頭 他們將大量其他放射性物料 例如匿青油礦和礦雲母等進行和稅和過濾 最後找到瀑和雷,兩種全身放射性的元素 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有大量的士兵骨折 所以瑪利就構置了首個X光流動車 在車上放置了各種放射性裝備 協助大量受傷的士兵 不過,因為之前還未對游離輻射有深入的研究 使得瑪利長期受到輻射影響 她沒有使用到保護裝備 又經常隨手將發光的放射性同位素食管 放在口袋中 在2020年11月 諾貝爾獎官方更公佈居禮婦人 曾經使用過的筆記簿 至今仍然具有高度的放射性 因為這些緣故,她一生都受到很多複石影響的慢性疾病 例如白內障子幾乎失明和貧血 最終死於療養院,66歲就離開世界 但她的研究帶領人類進入原子時代 推動了放射學在醫學領域的運用 亂講到這次實際上 原党的混音 從大約後 放射學這次實際上 全靡的メンター 為何必要是獨特的 0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